好 發願文可以念一遍或念三遍 接下來它是唱頌的文 唱頌的文呢 好 各位有講義 請看九十二頁 然後我放MP3 好 第一遍先用聽的 它有 我知道這個我在海音谷是教過 所以有些連有經會 第一遍請專心聽 它有它的音調 你不太熟 你就用聽的 第二遍跟第三遍請大聲跟著唱 唱有它的功德 然後咒語結束的時候它是唱三遍的 第四遍 십歌 千千千莫得 无意荒荡 是放弃 是尊空心 不罢主 坦诚声中 尽风险 父母为首 有情中 此生已尽可所生 皆能清洁 皆佛庆祝 愿与弥陀 何为依 三好三个 终笛里 不得如此 所发愿 请大声 既有光明 此等主 有光明 千千千千千千莫得 离山 至今 jest 路 中尽奉献 父母为首 有情中 此生已尽 他所生 皆能清洁 多幸福 愿与弥陀 何为意 三好三个 中的礼 不得如此说法愿 其情加别 所得之 第三遍 西游光明 此灯中 风险险浅浅浅浅浅浅浴 无欲光荡 十方济 十尊空行 五八土 灯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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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所舍 皆能清洁或尽 愿与弥陀和唯一 三好三个 中的礼 主能如此 说法愿 其情加倍 所得扯 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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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主要总要赶着 五好三好三好三好之 七好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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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生 好 各位唱得非常的莊严 这个音调你可以在91页 它有网站 请你上大宝法王官方网站 这可以免费download 若你不会唱 其实用念的也可以 希望前面的发源文念三遍 后面唱呢 唱三遍 在供灯的时候 请很认真的观想 它就会升起无量无边的功德 请工作人员帮法师的灯 放到左边的佛像那边 谢谢 所以点灯与发愿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每天都做 也可以初一十五做 也可以六灾日做 也可以十灾日做 最重要是你真正升起这个愿心 这样子的话 一盏灯就会变无量无边的盏 在往生极乐净土里面呢 点灯与发愿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德 我做一个总结 对于学佛的人 跟没有学佛的人 你都可以为他这样做 然后你不会唱 你用虔诚的念三遍 一样也有这样的功德 今天我要教的是光明想 观想自己自信弥陀会放光 请看幻灯片 这张是西方接引阿弥陀佛 无所障碍事故好为阿弥陀 所以阿弥陀佛本身是有无量的光明的 光从哪里来 从你的自信来 从你的佛性来 阿弥陀佛有这个光 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光 可是我们的光呢 做一个辟语的话 就像什么呢 就像新加坡 下午都会下午后雷阵雨 对不对 下大雨的时候都有乌云 乌云呢 盖住了呢 你就会下大雨 可是假如你那乌云的时候 你搭飞机的话 飞过新加坡的天空乌云上去 事实上是万里乌云的太阳的 用这个辟语是告诉你 我们的佛性跟自信 就像太阳一样 而我们的贪嗔痴 烦恼的夜跟习夕 就像乌云 晴时多云 偶震雨 常常下雨 所以事实上你在下雨的时候 太阳的光明还是在的 只是你不察觉而已 所以阿弥陀佛身上有背光 也有深光 其实我们身上也有光 当我们发菩提心 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心上身上也会放金光 可是大家放了一光都很短 为什么 转个头就又发脾气了 所以我们的灯泡 头顶的光常常是一暗一亮 一暗一亮 而且暗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光明是代表你自己的自信 光明不从外面来 从你的心里来 所以训练你的心是很重要的 训练心有很多方法 比方说看这张 阿弥陀佛的身上 也可以放彩虹的光明 是透明的 代表佛身是跟缘起星空相应的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就是 我们要观想自己坐在光明里面 请看 就这张图片 待会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然后向右旋转 所有的莲花变成金色的光 你就坐在虚空里面 为什么说虚空里面呢 因为不要你坐在地板上 因为坐在地板上的话是凡夫 身心很粗重 它才会坐在地板上 在《华严经十地品》里面 出地欢喜地菩萨 就可以腾在虚空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夜灿除了 身心都清静 所以一个真正正物的人呢 他是可以身在虚空里面的 所以我们的自信 也像太阳一样 本来就是万里无云的 可是我们常常不察觉 也没有去观照 我们也没有修持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静坐 两分钟就观想自己坐在虚空当中 你不用担心 师父我会不会掉下来 不会 你放心 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功德力 会大地六变震动 这只是观想训练你的心 当然你可能会感觉到 我好像身心分离了 师父我看到呢 我好像自己呢 在虚空当中 看到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念佛 没关系 那只是感觉而已 你还活着 你的身心没有分离 因为你如果分离的话 我们刚好对面有医院 这样子 很靠近 所以你不用担心 所以待会静坐的时候 先观想自己 坐在虚空当中 就在金色的光明里 从你的心间 向三百六十度 外面放金色的光 也可以观想白色的光 但在今天我们就要 观金色的光 然后呢 接下来我敲第二身引擎的时候 你就拿你的念珠 一样 嘴巴不要动 继续观想 你就坐在虚空当中 念佛 可是注意听 前两分钟 观想你一个人 当我敲第二身引擎 你拿念珠念佛的时候 你观想 所有佛堂的人 都坐在虚空里面 新加坡 以及整个地球 无量无边的银河系的众生 都在念阿弥陀佛 这时候你的心量 就用一个 变成无量无边 我再讲一遍 先敲一身引擎 观想自己 向右旋转 就坐在虚空里 就在光明当中 你的心就放金色的光 自自然然的 三百六十度 向外放射 你就先观想自己 坐在光明当中 很安详 微笑着 当我敲第二身引擎的时候 你就拿念珠 然后你心里念佛 嘴巴不要动 观想不是一个人 观想佛堂 所有的人 通通都坐在虚空里面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坐在虚空里面 念阿弥陀佛 这个力量就非常非常的大 好 前面的这一圈灯 把它关掉 只要留中间这个 请Richard下次做个mark 好不好 不是 正中间 留着 旁边一圈 关掉 这样better 好 请你背挺直 身体放松 东西可以放在旁边 好 请把心定下来 眼睛也是一样 打开一半的 为什么眼睛打开一半 我再说一下 现在教你 先是眼睛睁开一半 因为一开始教上闭起来的话 你会产生幻境 待会又看到光啦 看到鬼啦 那其实都是假的 所以先训练 眼睛像佛菩萨一样 慈眉目视 视众生也一半 将来你功夫好的时候 你是可以完全闭眼睛 而做观想 那你的念力会更强 现在先闭一半的 好 先请静坐 观想 自己坐在光明的当中 就在虚空中 好 各位联友 请看讲义第五十一页 第二十八行 庚实相光谱色 分二 请看经文 庚实 我们讲四十八大院 被分为十一类 现在讲到第十类 香跟光 跟普射一切的众生 这里的香 是指戒定真香 世俗地的讲世 就是你供的佛菩萨 这个谈香或成香 可是真正的 它的意思是指 你内心里 修戒定慧 而产生的戒定真香 所以我们有一个战 叫戒定真香 光是代表你自己的自信 佛性 所放出来智慧的光芒 这里的光有特别的意思 是指一切种制 也就是摩赫波尔波罗蜜 阿弥陀佛 也修波尔波罗蜜 他也修波尔经跟金刚经 所以因为有戒定真香 以及自信当中 所放出的波尔波罗蜜的光明 所以戒定真香 跟波尔波罗蜜呢 是没有时空的障碍的 因为没有时空的障碍 所以他才能够普遍 射受十方一切的众生 而我们点的香 一般凡夫是有障碍的 什么叫有障碍 有时间跟空间的局限 比方说现在你看到佛堂 前面点的香跟灯 这个香就不可能飘到楼下去 楼下人闻到的是大殿的香 那在过了马路以后 对面Hospital里面 我想闻到的不是香 闻到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酒精的味道 消毒棉花的味道 所以那边不会闻到香 所以凡夫的香 是有时空局限跟障碍的 可是佛菩萨的戒定真香 跟波尔波罗蜜的光芒 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它可以普遍射受一切众生 这是这两个 这个标题很重要的两个重点 请看经文 心医四十二院 彻照十方院 阿弥陀佛在因地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所居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是广博庄严而且清净的 不但有清净的功德 也有无量无边的光明 而且光明剔透就像镜子一般 可以彻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这边就有一个镜子 镜子为什么会反光 因为它有很多条件 镜子本身要干净 第二个 镜子可以反射东西 镜子可以显现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云云众生的因缘果报 所以它可以彻照十方 注意在阿弥陀佛大院里面 常常讲十方 讲十方诸佛 也就是包含一切的佛菩萨 包含你拜的观音文殊普贤 地藏弥勒 虚空障八大菩萨 包含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佛 在极乐世界都可以见得到 这是它大愿的功德力 所以彻照十方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 你都可以在极乐世界看得到 所以阿弥陀佛绝对不会像我们一般一样 抢信徒的 有些连友我听到还说 你要去西方进了信徒 不要去啊 要到东方要是进土去 你以为佛跟佛会吵架 这叫凡夫心解释佛境界 佛跟佛是无我的 怎么会吵架呢 不会的 佛跟佛之间无我的 只有一个目标 度这个众生怎么样 快一点成佛 假如他的成佛因缘 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话 释迦牟尼佛也会很欢喜 要是佛也会很欢喜的 假如这个众生 他成佛的因缘 在东方要是进土的话 阿弥陀佛也会送他去的 所以我发现有很多连友 来问我问题的时候 可见大家对佛法 还不够深入 希望这句话 你不要听了不高兴 这是真的 所以你常常都用凡夫心解释 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会保佑我 卫塞节过了 快七月 我好像要送一送地藏经 超度 待会又听人家说 我身体不太好 要念药师佛 接下来我要求儿子 又拜大悲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我们讲经之前 要感谢释迦摩尼佛 所有的佛菩萨 都是无我的 正入空性的 它是以众生的因缘果报 去度你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众生 自己有分别 举个例子 大家呢 每天都吃素 要吃青菜 有人就喜欢吃高丽菜 有人就喜欢吃小白菜 最近很流行 大家都吃叫大陆妹 对不对 大陆妹是大陆的一个青菜 对 在台湾也很流行 为什么 你喜欢吃小白菜 没有关系啊 但是你不要叫别人 不要吃高丽菜啊 每一个菜都有叶绿素啊 对不对 我想新加坡 还有很多的菜呢 都是印度尼西亚 跟马来西亚来的菜 那我们台湾就吃不到啊 那难道我们台湾 能通用搭飞机来这边吃 才叫营养吗 举这个例子 你就会笑了 对 为什么 我们凡夫心去解释 佛的境界 你要去想 阿弥陀佛为什么发愿 要撤照十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呢 下面这样 众生读者 生稀有心 众生看到的时候 会生 非常殊胜的心 这个读者 有很多意思 假如以金刚金讲了 也可以用肉眼看 也可以用天眼看 也可以用 这个所谓的 心眼看 也可以用慧眼看 当然我们不是佛 所以只有前面的四个心 再讲一遍 肉眼 天眼 慧眼 跟法眼 你可以看到极乐世界 你绝对可以看得到 阿弥陀佛的愿力 让众生都生起稀有心 生起什么心呢 生起广大的菩提心 生起广大的大悲心 生起度众生 成佛的心 他不是生起世俗的呢 只是买股票的心 或是千码票的心 世间的东西都会变的 他是为了定义众生 所以广大的菩提心 大悲心 无有成竞的愿力的心 假如不这样 阿弥陀佛说 我就不成佛 所以凡是见到阿弥陀佛佛像 或极乐世界的经文 辩文图 或是呢 极乐世界的这个 种种功德庄严的人 都会生起欢喜心 这是什么 不用吃醋 这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问题是 你的功德力 比不上阿弥陀佛大 举一个例子 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多的总统 每一个总统 大概在你的国家 人民才会 尊敬你 像新加坡大家都尊敬的 李光耀总理 对不对 可是李光耀总理老实说 对我们台湾来讲 对不起 我说一句英文 Nothing special 因为这是你们国家的总理 我们台湾是尊敬 马英九总统 我没有政治立场 我只是批语告诉你 每一个国家的人民 只恭敬自己的什么 总统或总理 但是呢 你若非到其他国家的话 你必须跟其他国家有缘 对不对 现在美国的总统是谁 欧巴马 对不对 对呀 所以现在英文有一句 very Obama Obama变成形容词 美国人年轻人很喜欢 为什么呢 挺好 我跟我朋友讨论 他说呢 因为给美国很大的希望 因为美国从历史上来 是第一位黑人总统 我没有政治立场 是不是只是句批语给你 你不要想太多 所以 欧巴马总统他常常讲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谈的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沟通 所以天底下的事情 我们要好好地沟通 好好地谈 天底下的东西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都永远有希望 所以美国的年轻人 跟多元种族 都喜欢新的这位总统 但是很多的白人 还是不喜欢他 为什么 分别嘛 还有我今天白人 要听你一个黑人的话 他比你有智慧 他比你有才干 他比你有远见 所以他当总统 所以同样的 我们对自己的总理 国家的总统 会升起恭敬心 因为你跟他有缘 同样的 在十方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都会在度众生成佛 有一天 你我 我们各位也会成佛 度谁呢 度跟你有缘的亲朋好友 假如我想我成佛的话 我第一个一定度 我多生多结的父亲和母亲 他跟我有缘嘛 那你想想 South Africa 南美中的一个小朋友 跟我有没有缘呢 我想度他 他不一定听我的 因为他跟我没有缘嘛 所以同样以此类推 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里面 谁的愿力最大呢 阿弥陀佛的愿力最大 不相信你试试看 走到路上 问一个非佛教徒 你知道佛教有哪些佛 他一定是说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很少跟你讲 南模欢喜藏 模拟宝基佛 南模 对不对 消灾严寿药师佛 外教是不知道 外教是听到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大悲心跟功德 最广大无边 尤其是一贯道 天主教 基督教 道教 佛教 跟非佛教徒 都知道全球都有一个 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他的功德力广大 无边嘛 那问题你修不到 那样的功德力吧 所以不要用凡夫心 解释佛的境界 不然你很会解释错误 甚至会棒佛法 接下来再看 新二 四十三院 宝箱谱 因为它出现是在一起 所以我先讲这两院 请翻开五十二页 第十八行 新二 宝箱谱 请看经文 阿弥陀佛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下从地际 从地板上 上到虚空当中 都有无量的宫殿 楼关 水池 花果 树木 国土中 所有一切的万物 都以无量无边的珍宝 跟各种的妙香合成的 为什么呢 这个香可以普遍地 熏到十方 无量无边世界的众生 众生文者 皆修佛行 请把这两句话画起来 众生文者 叫你修成佛之行 不是叫你先人天行 也不是叫你修生文行 也不是叫你修菩萨行 叫你修一生成佛之行 请画起来 这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说 净土中可以一往生以后 你保证不用再轮回 一生就可以成佛 很多人都不太喜欢 多读经论 都听人家连有乱乱讲 其他人乱乱讲 其实这样不太好 你为什么不听佛讲呢 阿弥陀佛本身发愿 众生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修行方马 跟功德的时候 皆修成佛之行 当然成佛也要从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理 但是他保证你 前面不是讲定成正绝业吗 他保证你 一定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你一定会成佛的 假如不这样 我就不成佛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站态 有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每一秒钟都在成佛 成佛有什么 到他方的世界里面 然后度他有缘的众生 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以现在科学来讲 有无量无边的银河系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要说无量的众生 就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是一个岛国 这么多海里面的 所有的众生 你度都度不完的 你怎么度呢 便跟鱼吗 跳进去 跟他说阿弥陀金吗 大海里面有无量无边的鱼 你度都度不完的 所以众生是无边的 你不用担心 抢信徒 你也不用担心 度不了众生 只怕你被众生度走 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光一个新加坡黄海 那我们台湾呢 也是海岛 你想想有多少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众生是无尽 所以菩萨的愿 也是无有穷尽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介绍这两愿 阿弥陀佛有香 刚才讲戒定真香 光是指 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光芒 所以你看到 佛像它都一定会放光 你有没有看过 我们照相的时候 人放光啊 很少 因为我们人照相的时候呢 大部分烦恼都是很多 对不对 对不对 照相的时候 还有很多爆笑的动作 耶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你绝对不会这样照吧 禅定印吧 很少的 所以我们的心是很乱的 但佛是在都在禅定当中 所以他随时随地 身上有声光 也有背光 佛连脚趾也放光 全身所有的身口意 他都可以放无量的光明 所以你看 佛的背光像太阳一样 普照一切的众生 所以因为佛的心很清净 所以清净心是我们要修的重点 我们要往生是净土 净土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那你要训练你的心 就要比别人更清净 再看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海报 或画像里面 都会画阿弥陀佛金色的光芒 为什么呢 一般人最喜欢黄金 金代表万德庄严 代表自信的功德 佛性的功德 像如来宝藏一样 无量的功德宝藏 假如现在新加坡 铺的马路不是用柏油路 全部都黄金 请问你们会不会喜欢黄金 你没有地点 Gold is rubbish 通通倒到垃圾桶去 物以稀为贵 假如你现在得到了一掌 手掌的钻石 可是你不试货 钻石上面很多灰尘 人家给你 结果呢 哎呀 现在经济不景气 垃圾太多 通通丢光光 就你却把你的最珍贵的钻石 通通丢掉了 这个辟语是说 我们众生都有佛性 就像黄金一样 我们都在外面找黄金 可是却不知道 自己心中有很多 无量的宝藏 再看日本的国宝 灵命中的时候 西方三圣也是放金色的光明 来接应你的 也有些经典写 放白色的光 白色代表清净不染 在中国的 坐禅三昧经 跟思维瑞耀法里面说 佛放光以两种 白光跟金光为主 当然佛也可以放彩虹的光芒 但是因为让你众生心得定 所以金色跟白色 你比较容易观想 所以这是日本的国宝 对不对 金色的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 你们看到的图的右下角 拿莲花的是观世音菩萨 后面拿大宝莲花 金色莲花台的是观世音菩萨 后面拿莲花跟乐器的是 大世智菩萨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听好一定是西方三圣 三个同时来接你的 不会少掉一个 因为佛有千百亿化身 至于以业力的角度 我在后面三倍九品会讲 有些人灵命中着的时候 他功德力比较好的话 他会看到佛来接引我了 有些人会说 我只看到观世音菩萨来接引我 都会往生的 其实是西方三圣 都同时来接你的 接下来讲香供养 我这边介绍一下 如果各位联友有机会去香港 香港跟新加坡 现在都是很进步的国家 香港最有名的是大雨山的大佛 是非常有福报的 我前几年去香港参访过 你看 非常非常庄严 用铜做的 对不对 香港的大佛 非常非常庄严 它这个地方叫举着说法印 对香港呢 全部动员了很多的佛教徒 跟演艺人员一起募款 很多七众弟子同共发心 所以香港建了这个大佛 非常的赞叹 香港呢 以前呢也有很多 从中国大陆呢 而出来的很多高僧大德 可是现在香港呢 佛教慢慢地变了 因为香港人太享受物质了 经济也啊 以前香港被称为东方夜明珠 现在可能就不是夜明珠了 不知道什么珠了 对啊 因为全球都在竞争 接下来看 在这个大佛旁边有六尊菩萨 代表六度波罗蜜 因为它在两边 所以我拍到了 现在看到的照片 是只有三个 在六个菩萨 代表六度波罗蜜 代表六度供养的菩萨 非常的庄严 这个我想新加坡也没有 台湾我们也没有这个 所以我们要去赞叹 佛法流传的全世界呢 是各有各的 很大的特色跟文化的 那你这里可以看到呢 从右边顺序呢 它是供 身 身是音乐 中间呢 是宝盒 供养金银珠宝 第三个是供养 它的香 请看 以香供养的菩萨 香代表 戒定真香 我们凡夫 在这个世间 想要供养佛菩萨 最简单的 可以做的两桩是 一 供一杯水 水代表清净平等心 心净如止水 第二个 供香 我想这一定做得到的 你不要跟我做借口 对对 这个不用多少钱 你如果去印度跟 尼泊尔朝圣的时候 白开水倒下来 你就可以供佛啊 中间你要生起 那个供养的心啊 所以这是以香来供养 代表象征我们心 要修戒定真香 你看 以香供养的菩萨 非常非常庄严 它是同座的 然后代表六度波罗蜜 代表六个供养菩萨 所以希望大家 去香港的时候 不要忘了 只会去逛百货公司 有空应该去看一看 香港的大雨山大佛 旁边也有宝莲禅寺 非常的庄严 所以以臭 我们佛门里面 在门口都有香炉做代表 可是现在的香炉呢 大家都是什么呢 拼命的烧香 烧到空气污染 所以环保呢 人员就会抗议了 其实香只要一支就可以了 代表你的虔诚心 有人觉得到 很多支哦 越多支越大把 功德越大 其实不是 是真的一支香 然后观想供养 十方一切的诸佛 往上 像云一样 向右旋转 往上供养诸佛 往下供养一切的六道众生 那你会说 奇怪师父 我们干嘛要供养众生呢 因为狗跟猫也有佛性啊 他也有未来佛 他也是未来佛 你现在看到他是一只狗 来生都他投胎做人的时候 他念华严经和法华经的时候 就比你先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三恶道的众生 也有佛性 你不可以轻视他 非佛教徒 他也有佛性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听闻到佛法 所以香代表 上供诸佛 下也供一切六道众生 注意我没有说 下不失给一切众生 香是要用供养的心的 所以对下也要供养一切众生 因为他是未来佛 你若把供佛跟供众生 看成是平等的话 你的功德会像虚空一样 广大无边 所以华严经里面说 若有人众生知道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以虔诚的心供养 一个狗吃饭 等于供一切诸佛 在华严经正想 为什么佛跟狗都有佛性啊 那你想想 我们一般人不是啊 一般我们是看到佛的时候 我们想供养他 因为我们觉得佛比我们尊贵 那请问你看到狗跟猫的时候 你跟他说什么 Hello You are the future Buddha 你会跟他说 你是未来佛吗 还是你看到狗就拿棒子 要打他呢 看到蟑螂的时候就 考虑一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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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吗 蟑螂要甚至你过去式的妈妈的话 你会不会打他呀 所以了解了佛法 佛不是只有度人啊 他是度了九法界的一切众生 在佛的眼光啊 菩萨都还没成佛 所以菩萨还要跟佛学 佛教伟大的地方 不是只有度人啊 他是度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啊 佛教徒可以连幽民界众生都度 连地狱恶鬼的畜生都可以度 其他宗教不一定能啊 所以你要想一想 这是很有他很深的含义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五十三页 五十三页第十九行 第十一类 庚十一 祝他成佛分五 请看 新一 四十四 普等三昧愿 好 这五愿呢 从四十四到四十八 有一点深 请各位老菩萨有耐心一点 听不懂没有关系 慢慢听 因为这是讲菩萨的境界 他会讲得比较深一点 所以请你有耐心 将来这个DVD 你可以多听几遍 请看 四十四愿 普等三昧愿 普是指普遍 等是平等 对一切众生 升起平等心 升起普度一切众生的广大心 这样的三昧叫普等三昧 请看经文 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所有清净的佛国土 所有的大菩萨 听到我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 他可以不用来极乐世界 他就可以证得普等三昧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菩萨他知道 佛无来也无去的 所以十方的佛国土 在登地的菩萨来讲 他是可以自由通行的 举一个例子 像新加坡 你要去世界很多国家 你要出国可以啊 新加坡有很多全世界 飞往的这个飞机啊 那问题是你要坐飞机 要有条件 第一要有钱 订机票 第二你要有时间 要有假期 第三你还要呢 confirm你的seat 你的座位 第四 出发那一天啊 你不能睡过头啊 对不对 你所有都准备好 出发那一天 有traffic agent 交通堵塞 我错过了时间 你还是搭不上飞机的 所以可见我们人 要去其他的国家 是需要有飞机的 可是菩萨呢 他不用 他做着大宝莲花 他的功德力啊 所有的佛国土啊 就像天空的太阳跟月亮一样 他要去哪里都可以去哪里的 多好啊 以后不用买机票 对不对 你可以省很多呢 旅游的费用啊 你真的的大宝莲花 你可以动个念头 十方佛国土 你都可以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功德力 因为十方的佛国土 就是在一个你的心当中 所显现的 所以菩萨之道 佛是没有来 也没有去的 所以金刚经啊 虽然大家念金刚经是很深的 文字很难 很简单 其实它意义很深 如来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请问 我新加坡 我也在 去过海印古斯奖金 现在在这边 宽祭堂念佛社奖金 对不对 从不同的方位来讲 我也有去哪里 对 东西南北 我知道新加坡呢 这个 机场 是在 靠近 Temper Mill East Cold Park 新加坡动物园在哪里 新加坡Ru 在北边 海印古斯呢 是在西北边 Tranetown呢 在哪边 在南边 所以你开车 如果开错的话 那你是到不了的 假如你现在想要去动物园 结果你往东边开 开开开 开到机场 再开过去 就掉进大海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凡夫 会有时空的 这个相对概念 好 注意听 假如现在有个巨人 或菩萨 在新加坡的虚空中 坐着莲花 他看着新红狮 倒怎么跑 怎么跑 都没有离开 新加坡的国土啊 对不对 除非我搭飞机 讲完基因回了 飞回台湾 我下降了 我离开这个 所以我从这里 一起飞 回到台湾 所以你有来也有去 可是假如有一个菩萨 不是在新加坡的天空 在地球的上方的话 看着我 我怎么飞来飞去啊 都在东南亚 我都没有离开地球嘛 假如我离开地球的话 我就不能生存啊 只能生在哪里 要嘛就在天空 要嘛就在大海啰 所以我们一定要 因陆地而生存 假如一个大菩萨 看到地球 在地球的上空去看 众生不管你在这地球里 怎么飞飞来飞去 你都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啊 所以叫做 无来也无去 这样懂吗 我用最简单的意思解 其实无来也无去 有很深的意思 所以 十方的这个佛国土啊 在大菩萨的角度来讲 只要登到呢 出地欢喜地的菩萨 他就可以到一百个世界 自由地飞行 他想去哪里就可以 他想去见弥勒菩萨 就可以见弥勒菩萨 他想见释迦摩尼佛 一念头 他就回到临山会上佛菩萨 但是我们凡夫做不到 二地菩萨 就可以有一千个世界 三地菩萨 万 一万个世界 佛国土 他可以自由行着 那到了八地 不动地的菩萨的时候 十方佛国土 他都可以自由去的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殊胜 因为这样的大菩萨 已经证悟了 缘起 信空 了解 十方的佛国土 都是由你的心显现的 所以 这里讲 十方佛刹 诸菩萨众 十方佛国土的菩萨 你不用到极乐世界来 你在你的佛国土里面 你只要听到我 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在那边也可以成佛的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阿弥陀佛没有私心 我刚才讲 不要用凡夫心 解释佛的智慧 很多人都说 哎呦那大家都跑到 西方极乐世界这样 那其他的净土不都空空没人吗 错 所有的极乐净土都在你的心里 举一个例子 以前有一位民国时代 有一位谭虚老法师的弟子 就问 谭虚老法师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 有世界明月极乐 那请问师傅 那十万亿佛国土那么远那么远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去得了 结果呢 他因为在香港问谭虚法师 谭虚法师很聪明地问他说 请问极乐世界跟香港 这两个地方 请问界限在哪里 各位 你答得出来吗 香港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 有世界明月极乐 请问 哪个地方开始算以后是算香港 哪个地方开始算起来是极乐世界啊 答案是没有界限 你讲香港是因为你有这个国土的局限 极乐世界呢 是有你的心显现的 所以讲十万亿佛国土 听好是从世俗地上说 是对中下根性的人讲的 事实上上等根性的大菩萨 十方的佛国土啊 都在你的心里 再讲得更白一点 极乐世界就在困纪念佛塔 只是你看不到 你现在看到的是地板 真正极乐世界啊 现前的是什么 是你的心的功德显现的时候 你看到外面的电子 原子呢 原子排列组合 重新排列 然后就变成七宝池八功德水 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但是这样讲 是对大的菩萨 他才可以得到功德 凡夫讲 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其实你死的时候啊 还不一定投胎到新加坡了 来自你投胎到哪里 你都还不知道咧 所以嘴巴不要讲得太高 而做不到 但事实的真相 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就在困纪念佛塔 就在新加坡的国土 只是呢 你看不到 以现在来讲 三度空间 六度空间 十度空间 你事实转换时空 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所以各位老菩萨 你不用担心 我灵命中说 十万亿佛国土 这么远 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会不会飞错地方啊 不会 阿弥陀佛亲自到你的面前来接你的 你不用担心 因为净土是由你心显现的 好 再看幻灯片 所以他说 四十四院说 闻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每一个人都得得清净三昧 窃脱三昧 这里念窃脱 不是解脱 是破音字 一般人念解脱也可以 正确应该念窃脱 然后呢 普等三昧 而且大家呢 所有的大菩萨都会得到 诸身种持 住三摩地 而至于成佛 诸身种持啊 简单的讲 种就是种一切法 持一切意 举一个例子 你在拜大悲心陀罗尼 拜大悲战有没有 得到呢 一切呢 种持将具 观世音菩萨 你们在拜大悲战的时候 有没有 一切呢 大悲心陀罗尼将具 那个就是种持意 也叫做陀罗尼 后面会介绍 所以等于说 诸身种持就是说 他对过去 现在未来 诸佛所了解的一切佛法 他都通达 而且他的心 一定都在禅定当中 这叫三摩地 三摩地呢 是圣身的这个 止观禅定 所以一直到成佛呢 你都有这样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 心二 四十五愿 定中供佛愿 因为你的心 常常在三摩地里面 通达一切的佛法 所以你定中 就可以见到佛 你定中 也可以常常供养 无量无边的一切诸佛 我再念一遍 无量无边 一切诸佛 而且你不会失去定义 所谓不会失去定义 是因为我们供佛的话 会生欢喜心 比如说你看到师父会生欢喜心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看到庄严的道场 也生欢喜心 可是从成佛的角度来讲 欢喜心啊 也是烦恼 现在刚开始 你学佛很欢喜 很好 举一个例子好了 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 很多老菩萨都很精进 有时候都跟我讲 师父我也不知道耶 我觉得修行并不难耶 我一下子一天就念 三万遍跟五万遍的佛号了耶 就这样看着我 我告诉你哦 我三千步补鲜蜜蜜蜜 一下子六姐就念完了耶 其实你知道啊 她就是希望我赞叹她 她的心是动的 失去定义 结果呢 我没有啊 当然我也鼓励她啦 很好啊 再精进 结果下楼梯的时候 脚就扭到了 你的禅定力就失去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遇到美的境界 或欢喜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时候呢 还没有得到之前 我们很痛苦 一直想要拥有它 可是得到的时候呢 其实啊 你是又怕失去它 所以我们的心 常常是像波动的大海 从来我们的心 都没有宁静过 没有像无波的大海 所以 因为呢 你像波动的大海 所以你常常会失去 你的甚深禅定 所以禅定呢 有时候它会退的 比如说生病的时候 懈怠的时候 夜上现前的时候 或是功夫啊 不够的时候 它是会退的 可是这里 阿弥陀佛发愿啊 这个叫做 普等三昧愿啊 定中共佛愿 你的定力 是生生世世都不会退的 白天不会退 晚上也不会退 到了极乐世界的人呢 也没有睡觉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它不是像我们 用凡夫的肉体身 哦 我们今天好累好累哦 该睡觉了 对不对 极乐世界的人是莲花化身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入禅定 他也不用躺下来睡觉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父母的血肉之躯 他只是念头的时候觉得 哦 我该休息了 他就入禅定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很庄严 没有床的 我们的凡夫呢 是因为有肉体 血肉之躯 哦 觉得我今天很累 哎呦 又伤风啊 有感冒啊 又像新加坡一样很燥热啊 要喝凉水啊 又发热啊 对不对 还发热 还发烧 晚上还发梦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身心 是很不调和的 所以我们要躺下来休息 当然凡夫要睡眠 要休息 这样你的身心平衡 明天你才会有体力 极乐世界的人 是呢 统统都在 甚深的禅定当中 所以叫不失定义 所以阿弥陀佛发愿 定中供养 常供无量无边 一切的诸佛 不失定义 假如不这样 我就不成佛 好 接下来 在这边我要介绍 多种版本 因为这两院很重要 请看 五十三页 第二十六行 魏意 四十二 假如我成佛的时候 他方国土 把他方国土画起来 他方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你不用到极乐世界来 你也可以修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法门 所以 释迦牟尼佛 真的很慈悲地 赞叹 赞叹 再赞叹 阿弥陀佛的功德 阿弥陀佛 他没有私心 也不会拉信徒的 也不会抢徒弟的 为什么 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 不一样 可是他方的大菩萨 他在他的国土里面 也可以蒙佛加持 听到阿弥陀佛的 万德鸿鸣的功德 跟极乐世界 修行法门的方法 所以都可以得到 清净 谢托等三昧 而且住在三昧里面 只要一念请 发一念意 一发意请 就是动个念头 你就同时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 注意 供佛的时候没有顺序 就像镜子一样反射 他一反射 所有都同时供佛 他没有说 我先供释迦牟尼佛 再供阿弥陀佛 我又忘记了 我的地藏王菩萨 还有一个东方药师佛 还有一个文书 还有普贤 不是这样供的 他是镜子一反射 所有通通都同时供佛 所以他超越时空的障碍 为什么能超越时空的障碍呢 因为他住在圣身的禅定的三摩地里面 扑等三昧 因为在圣身的禅定里面 是没有时空障碍的 所以为什么这次讲座 我要教大家要修止观 因为念佛三昧 这两个看我一样 手掌 是手掌跟手心 两个都很重要 你三昧力越强的时候 你越容易念佛更有力量 你念佛真的懂方法的话 你更容易正念佛三昧 不像有些人常常说 我只要念佛 我不喜欢修止观 讲这句话 头盒失去 我跟你讲真话 还有连友跟我说 师父我念佛 在开车的时候 红灯跟绿通 我差一点闯错 那表示你有色盲 应该去看医生吧 念佛是无量无边的觉 就像镜子反射 外面的一切的外境 红灯跟绿灯 应该很清楚的 除非凡夫有两个情况 一你要讲话 第二你要动脑筋 那时候你才会分心 你真正念佛的时候 很专注念佛的时候 是无量的觉悟的 我有多好 Scheid 解决 我答应 我答应了 啪 我答应了 我答应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谢谢大家